《 宅宅宅》 覺得自己是超級宅宅嗎 來挑戰看看這款特別的模擬手機遊戲 《 宅人傳說》 看你能不能宅出新高度 我們能選擇各式各樣的宅人開局 在自己舒適的小窩裡 選擇喜歡從事的項目自由活動 餓了就點點外送 累了就躺平休息或是玩遊戲放鬆一下 但這一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喔 身為宅宅一樣在夢想和生活間掙扎著 像是創作漫畫、寫小說或是研究音樂等等 要依照不同角色的志願 安排時間上網學習精進自己 才能夠接到對應的案子 得到活下去的資源 請妥善選擇行動 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宅人傳說喔